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不一样的含义在这个灵魂伴侣系列的信息里面 是因为我会觉得说 就是我会觉得太多的人太去 把自己的能量和时间去focus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也许你已经遇见了你的灵魂伴侣 或者双生火焰也好 但也许你还没有遇见 你在把你的精力和专注力 放在另外一个假想的人身上也好 我会觉得其实这个其实是有一些误解的 所以我会更希望大家可以把 尤其是可能看过这个系列很久很久的人 的朋友们 你可以有另外一层深的含义在里面 就是 也就是说其实是一个更高层次 精神层面的你自己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其实无关于你的生理性别 它其实是有男性能量跟女性能量的结合的 只是那个比例的多少 所以有可能说这一方 比如说这个女方能量的信息 它可能是你自己内在的女方能量 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状态 然后它有一些可能一些警醒 或有一些提醒想要告诉你 你需要去解决和化解的 然后下面这一个是男方能量 也就是说你自己内在的一个男方能量的一个 所处的状态 然后以及他有一些想要告诉你 或者说一些你应该去做的一些信息 当然你也可以去把它对应到另外一个人 这也是可以的 只是我会觉得说 如果你有更深层次的一个追求 或者说有更深层次的理解的话 你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所以这个是我想要强调的一点 然后另外我可能在前沿部分 还是要再废话一点 是想要分享或者说一些体会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因为最近可能发生一些事情 包括去跟做个人占卜 有聊天聊到一些事情 然后因为我其实发现很多人 就是可能会来找我做占卜 然后会说 我自己处于一个怎样怎样的状态 然后我需要去化解它 我想要找到答案或怎样怎样的状态 我可以理解大家都有一个 就是可能struggle的过程 或者说有一个低谷的时期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挣扎的时期 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当你就是在去向外界寻求帮助的时候 或者说当你在去做一些可能拯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当你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候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会甚至会觉得说老天不公平 或者说你甚至会觉得说为什么就是我运气这么差 或者说我为什么一直这个样子 其实有的时候所有的我会觉得所有的困境 所有的你受到的一些挫折的过程 或者说其实它可能都跟别人没有关系 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是你自己慢慢能量的累积 就比如说我举一个小例子 可能你在生活中你是一个很pushy的人 可能你本性并不坏 或者说你本身并没有很 就是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是可能你给别人的感觉 或者说你造成在你的行为模式当中 给别人造成的一些困扰 或者说造成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干扰 会导致说其实这个负面的能量 是会慢慢的就是去堵住你自己的 一个顺畅的能量状态的 所以就像我讲的以前一直在讲的 Karma的这个事情 就所以我会像比如说有些客户 会跟我比如说站位啊或是这样 然后但是其实因为其实我是一个 非常非常尊重时间的人 我也希望就是我尊重你的时间 你尊重我的时间 但其实最近经常发生就是可能站位 然后但是突然又说不行 或者说怎样的事情 我拿出来讲是因为说 我会觉得很多时候 你自己的一些能量状态的不顺畅 或者说你自己在经历一些 很低谷的时期的时候 你先要去考虑自己的一些行为状态 是不是我可能在无意识之中 我其实是给自己设了一道坎 或者说加了一道阻碍 因为这个能量是会返回来的 所以我会想说其实很多人会把一些东西当成理所应当 或者说很多人就想 比如说我现在在做这个视频 我想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帮助我能够帮助到的人 去能够帮助那些能够理解到我所传达信息的人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 其实我没有义务 甚至说我没有责任一定要去完成这个事情 只是我会觉得说 我的事情是在化解我自己一些可能人生当中不顺畅的能量 我希望能够通过帮助别人 能够化解掉你自己人生状态中一些卡壳的一些状态 所以其实就是尝试着去对别人nice一点 然后也尝试着去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当成理所应当 学会尊重自己 也学会去尊重别人 因为其实真的 其实像做塔罗视频这件事情 我们我不是百万流量 我也不是一个专业的塔罗 是我真正希望做到的事情 是我通过塔罗牌这样的工具 能够给你真的在低谷时期的 一些真正的有实际意义上的一些帮助 我更希望我比如说做个人占卜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更尊重我的时间 也希望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 真正找到你自己应该找到的方向 去找到你自己内心的那个平衡 而不是在一味的去寻求别人的帮助 而且把这些东西当成力所应当 因为我知道其实在亚洲文化里面 可能很多人比如说会觉得 我付了钱或者说我怎么样了 所以就应该怎么样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应不应该 只有彼此的尊重才能导致说可能 你接下来的一个能量状态 或者说你在自己给自己 就像可能传统意义上说积德吧 就是你会给自己的一些好的方向 去化解掉一些可能你 就是怎么说人生道路上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说去学会尊重 也不要把所有事情当成理所应当 然后当你真的能够说 比如说像你在看这个视频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很好 或者对你来讲有价值 其实你是可以去做一些什么的 不是说我就理所应当 应该去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或者说满足你所有的想法 只是因为说我做了这件事情 就我会觉得当你去理解别人的意图 或者说当你去 就是当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不幸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先反观内照 向内求索 就你先去反省自己 是不是我有在生活当中 会做一些事情其实有意无意的去伤害到了别人 或者说有意无意的 其实给自己加了一些负面的东西 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都不是别人的问题 而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 好 然后这个是我前面一直废话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先进入到这个灵魂伴侣的系列 跟之前一样 我刚刚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已经讲到过了 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你真的灵魂伴侣 或者是Twin Flame的 他现在的一个能量状态 或者说和你自己的状态的一个对比 另外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 就是your higher self的感觉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 这是我会觉得是需要一些自己 悟性和理解的东西吧 所以其实就看你们自己怎么样理解 不要轻易的去对号入座 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 然后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张牌 我今天因为这个是 就是视频离我比较近 我不太动 所以就我就不去拿牌了 然后我就大概去一张就点出来 然后一张一张讲 然后首先上面的三张牌 整体的大的能量 然后第一张是Terra's Eye Health 然后这张牌其实是精油做的能量 然后其实在当下的一个 整体灵魂伴侣的一个状态当中 其实我会觉得说 整体的能量状态是处于一个 怎么说 Starpent 这是有点固执的状态当中 然后甚至是有一点点 钻牛角尖的过程当中 然后在这股能量当中的 其中有一些人可能太过于 投入到自己的可能 事业上或者物质生活也好 可能太过于实际了 把一些可能其实原本说 就我甚至是觉得说 有一些人是在利用这些 可能生活中工作当中的一些忙碌 然后去把 可能你应该处理掉的情绪问题 或者说感情问题 然后去忽略掉 或者说去误视掉 然后才会导致于说 可能一直忙一直忙一直忙 但是其实你不知道 自己到底在忙什么 这个是整体的一个 一个大的状态当中 当然还有一些状 还有一些人的状态是在 他在一个钻牛角尖的过程当中 就是其实 因为当金牛座这个能量出现的时候 是有一些 我不知道要如何去变通的 或者说可能原本 就是其实有一点点 怎么说 我会觉得在这个当中 其中有一些人 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 也许他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人 然后但是可能因为 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 可能与灵魂伴侣之间的一些连接也好 或怎样也好 他现在其实是有一种 突然被过去的一些回忆 或者说被过去的一些事情侵扰 然后导致于说 其实理性的部分 开始有一些些不受控 但是这个东西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然后所以他有一点钻在那个牛角尖里出不来 他不知道如何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 或者说去理解可能曾经的一些冲突 或一些状态的情况 他没有办法从那个里面出来 所以就是有一点被困在那个里面 想要挣脱又挣脱不出来的感觉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觉得 能感受到的当下的整个灵魂伴侣的一个状态 就过去的回忆来袭 然后导致于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事情会是这个样子 或者说为什么事情是这个 这是跟你想象当中的不一样 因为其实在关于这张牌 其实我有一点想讲的事情 是关于黑白世界这个事情 我们很多时候会理所应当的认为 比如说可能也许是对方跟你断连 或者说也许是对方跟你分手之类的 可能离开的方式 不是以你所想要的姿态去离开的 可能你会认为说 你如果要分手 那你应该跟我说清楚原因 或者说你应该当面讲或怎样 你有你自己认为他应该有的方式 但结果他没有 所以你可能会一直耿耿于怀说 这个事情倒应该是怎样处理的 但其实我想讲的事情是 很多时候 尤其是在面对感情上的问题的处理的时候 没有应不应该 就像我在前言里面讲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太把对方应该做的事情 理所应当了 每个人做事的方法不一样 每个人的情感模式不一样 我们所呈现的行为模式也就不一样 所以你应该的 你认为的应该的事情 可能在对方那里并不应该 所以我希望小小的建议能够化解掉你 可能也许是你也好 也许是对方也好 在当下这段灵魂伴侣和双生火焰的 一个旅程当中的一些固执的能量 这是因为你太把自己想象当中的 那个行为模式 然后放到对方身上 然后当他没有满足到你的期望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受伤 或者说你会觉得 为什么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你要知道的事情是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 都不是非黑即白的 这也是我可能在整个人生的旅程当中 到现在为止学会的最重要的课程 不是所有的事情是非黑即白的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成长环境 文化背景 然后家庭环境 这个造就了他 他所有的经历造就了 他跟你完全不一样的行为模式 不是所有你认为应该的事情 他就应该按照你想的那个样子去做 这个是可能你化解 你所有认为固执的 或者说钻牛角尖想不通的一个 一个根本的点 然后第二个能量的像 然后其实在今天抽到这副牌的时候 我其实感觉得到当下的状态真的是一个Miro的状态 就是不管男方也好还是女方也好 因为包括你看这边第三张牌 这个Three of Crystals和Three of Wands 然后都是三 然后都是你位的状态 然后再加上Ten of Shares跟Ten of Wands 都是十 然后也都是正位的一个状态 然后其实很多的状态 男方和女方的当下的状态 其实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但是我会觉得说还没有到那个突破的那个点 然后像第二张牌的Sung 然后其实可以很明确的说明问题 我觉得听过我解牌的人大概都知道 我可能更偏向于把这张牌解释为 就是Ego Issues 因为太阳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 然后我会觉得说 其实当下的状态是两个人都处于 或者说你自己的男方女方能量都处于一个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状态 就是像我刚刚 为什么说那个固执的能量还一直在 是因为说你太把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太把自己认为应该的事情放到对方身上了 所以这个才是那个自我的能量 或者说当下的这个进程 一直处于停滞的一个状态的一个 一个原因吧 因为其实你太把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我觉得自我不是一个问题 或者说不是一个毛病 但是当你如果想要真的是把 比如说可能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也好 或者说你可能想要释放自己也好 可能想要跟自己和解也好 当你太把自己的想法 或者说太把自己的东西 然后强加到别人身上的时候 这个就是问题 就是也许可能你太 你关注自己 你把所有的能量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太把这些精力 或者说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和精力去强加到别人身上的时候 甚至认为说别人如果不跟你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不应该的时候 这个就是问题 然后这也是导致于说可能那些钻牛角尖的能量 或者说那些让你觉得说可能为什么一直想不通的事情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为这些东西太自我了 或者说是对方太自我了 这个其实都有可能 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多我能感受到的状态是 双方都是一个很自我的状态 在当下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认为可能在我这里觉得是你的不对 在对方那里觉得可能是对方的不对 但你们明明都知道这个中间其实是有一些连接在的 可能双方都无法去突破那一层 到底是应该我先开口还是你先开口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人真的是一个还蛮复杂的动物 所以其实当你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 当我们的自我的能量太强大的时候 你真的是需要先放下某些东西 可能放下一些骄傲也好 放下一些可能对事情的黑白 是非分明黑白的一些判断也好 你可能先要去柔化掉一些东西 先把一些东西软化 然后慢慢的尝试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去看待对方 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 或者说某一件冲突事情本身的根本所在 然后第三张牌 free of yourself 然后这张牌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 因为其实当下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也好 都处于一个非常stubborn的能量当中 也许可能因为过去的一些伤害也好 你可能我不想 可能你会觉得其实你明明感觉到 或说有一些回忆 或说有一些连接在那边 你明明感觉到那样的状态 但是你没有办法 即使你没有办法从真正意义上去 把自己从这个状态里面free出来 因为你还在纠结那个是非对错 你还在去理解说 为什么当时你不能 给我这样或者给我那样的一些状态 因为其实我会真的觉得说 每个人的成长的状态和速度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可能成熟的快 有的人可能成熟的慢 有的人可能很快就得到那个顿悟的时刻 但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 所以我会觉得说 当你能够理解这一点的时候 理解这些可能这个世界的不同 你是真的可以从这个情况当中 或者说从这个connection当中 去把你自己释放出来 因为我会觉得说 其实在整个旅程当中 只有当你们能够把自己 从这个状态当中释放出来 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找到那个平衡 不管是跟另外一半的平衡也好 还是跟你自己的平衡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所以这个是整个当下 现在灵魂伴侣正在处的一个状态 然后下面的五张牌 我先讲上面女方的能量 然后第一张 然后这张牌其实在讲说 其实女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状态是在 其实你明明知道 其实你是有一点点想要去快速的去解决 或者是处理掉这个这件事情 或者这个人也好 就是因为你有一点点累了 或者说其实甚至说你会在 因为你要知道 其实双生火焰或灵魂伴侣的碰撞 尤其是双生火焰的碰撞 它其实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的对抗 也就是说其实你会遇到一个跟你 可能很多内核很相似的人 也许比如说可能原本你自己很冲 然后对方也是很冲 然后双方都是硬碰硬的状态 这个是不可能有一个解决方案的 所以其实当下你其实是有 在女方的能量当中是有一点点累的状态 你想要快速的去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或者说你想要快速的从这个让你struggle的这个情况当中解脱出来 但是其实怎么说 因为我会觉得你其实还 因为有的东西 比如说我想讲的事情是 有的东西不是说你删掉联系方式 或者说你断掉 你就是物理意义上的断 比如说我换到另外一个城市 或者说我离开 或者说我离开当下这个环境 这个就是断掉了 或者说这个就是我从这个解脱了 这个不叫断掉 这个叫逃避 所以其实有一点点逃避的能量在里面 但是因为当下你自己没有从很深层次的角度去理解对方 或者说没有从一个宽容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不同 导致于说可能你其实还没有从根本意义上理解说 为什么我们之间的状态会是这个样子 而且有的时候其实 更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是没有为什么的 对 然后第二张牌 Night of Christos的逆位 然后这张牌其实是你现在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会觉得更多的事情是 一个codependency的问题 就其实也许你可能表面上把自己 好像修复得很好了 好像觉得说 其实我已经对这个事情已经OK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解释说 为什么当一些回忆 或者说当他做一些行为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 这是那个依赖感吧 就是你还是在 因为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能量当中 我会觉得说 这是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独立 但其实你并没有从自己的心里面 真正的做到一个你自己内心独立的状态 你还是会对这个人 或者说对这段回忆 或者对这个情况下面 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依赖感 你太 怎么说 因为可能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去解释那种连接的东西 但是我需要强调的事情是 只有当你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不同 只有能够当你能够化解掉 你自己自我的部分的内核的东西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理解说 原来其实我真正该应该依赖的人是自己 这样你才能够从那个free yourself的那个状态当中 去找到你跟对方的一个平衡 这也是可能根本 你们之间也许是 不管是断联也好 或者说 或者说一些一些一些事情的发生也好 会导致说 那个失衡的状态 然后第三个 然后这个 这张牌其实很明显的意思 这张牌是讲的是你看不见的东西 其实女方能量 其实当下 包括更在 南方的一个进程当中 其实是一个停滞的状态 因为three of christos 在原始陶罗牌里面 是three of pentacles 然后也在讲说 其实可能事情完成了一半 正在一个其实的过程当中 然后 但突然停滞了 因为其实我不太记得 上个月的一个整天的一个状态是怎样的 但至少到现在的状态是 我会觉得可能 也许你们在过去的这一个月 或者说前面一段时间 其实是稍微有一些 可能联络也好 或者再相遇也好 或者说你真的有遇到这样一个新的人也好 可能是有 你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一点 有一些进展了 但是又开始停滞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是有一些Miro的一个状态的过程 就是其实 怎么说 有一种双方都还没有准备好 可能都还没有处理好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 或说没有达到自己内在平衡的一个状态 才会导致说现在的一个停滞 然后第四张牌 Ten of shares 然后其实在女方能量当中 其实这张牌是给到你的一些建议 它其实在讲说 其实当下你的状态 其实 你身边的生活其实都很好 或者说其实你 其实有在一个还满充满爱的一个环境当中 其实他其实在讲的是 就是我们应该去珍惜当下 现在每一个moment的一个小确幸吧 就其实因为你知道当这个时 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有在讲说 其实你应该要去完成这个 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 因为其实当这个ego issues 或者说这个自我的能量在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你是可以好好利用它的 就是不是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 去加到别人身上 而是去更关注自己本身的一些 小而简单的幸福 就是也许比如说可能 当你可能正在处于一个非常 压力的环境当中 或者正在处于一个 你会觉得这些回忆 或者这些东西 让你太痛苦的环境当中 其实你是可以有一些 小的东西 能够让你自己感受到幸福的 就像我一直在讲的说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巧克力 解决不了的事情 如果一颗巧克力不够 那就两颗好了 所以他其实在强调的说 你当下的状态 你需要真正 就是真真正正很认真的去 处理掉你自己内心的那些 依赖也好 或者说是一些固执也好 去找到可能一些简单的小幸福 能够让你自己从 这个可能让你一直在 struggling的状态当中去解脱出来 然后最后一个 7 of Christos的逆位 然后他其实在讲 可能近期可能会出现的 一些状况 就其实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现在双方可能都在一个 想要重逢 但是可能又没有办法开口 然后可能会面临一些选择的过程 所以可能在女方的过程当中 这个选择的选择 或者是纠结 就是在要不要放手 或者说要不要继续的 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纠结 但其实我想讲的事情是 因为现在的这个状态 你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然后另外一个是 其实你们自己的状态还没有特别好 所以我会觉得说 当你非常纠结 或者说在要不要做选择的时候 我会觉得就是先放在那里 对 因为很多 就是其实 因为你太想要快速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可能觉得 可能快速的断掉 或者说就是快速的去做决定 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往下面走下去 但其实不是的 当下的状态是 因为如果当你这个 stubborn能量还没有解决掉的时候 你们的状态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状态 所以其实 我会在建议到说 在这副牌的能量下面 就是女方能量下面 其实有在讲说 其实你需要更耐心一点 或者说有的时候 等待的时光也许是会很长 但是其实你要先把自己的那些 就是小小的幸福 生活当中小小的幸福 可能你自己潜移默化的一些意识也好 去慢慢的从那个思想意识里面去 去解放出来 而不是一直在沉浸在一些过去 已经过去的事情 已经翻篇的事情 然后我们应该是往前面去看的 就是也许是已经过去的人 他可能曾经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也好 或者说已经 他曾经有一些不好的过去也好 但是这个不是你做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是你做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于说 你真的觉得这个时间是对的 或者说你真的觉得我们俩的状态是对的 OK fine 那个是你要去做决定的时候 但我有能感受到说 在女方能量这一边是 你会马上面临需要去做决定的事情 不管是面对这个人也好 还是说你选择要断掉也好 这个都是你自己的一个决定 但是我会想要建议说 其实你需要真正focus在的是 那个感觉是不是对 如果当你有任何的犹疑 或者说有任何的 你觉得痛苦的过程的话 那一定不是对的时机去做决定 所以就先让风暴过去 然后慢慢的把那些硬的东西 那些固执的能量去化解掉 这个才是整个这个女方能量 她有想要再讲到的一些信息 给到你的事情 然后第二章 下面这一行讲到的是男方能量 然后第一个 其实我为什么会一直觉得说 就是 今天的这一组牌 男方跟女方的能量 其实有很多是在Mirror的一个状态 然后Eight of Wands 然后就像我刚刚在最开始 可能有提到过Eight of Wands 它其实是 就男方更多的 现在的状态是 其实因为它 我会觉得可能更多在男方这一边 可能很多过去的一些回忆或东西 就是重新的泛滥也好 也许是一直是一个理性的状态 导致说过去的一些东西回来 然后它其实有一些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一直在 它一直在找到说 可能也许是在找 寻找跟 跟那个人的连接 或者是在寻找突破的方式 它其实有可能无数的 一个想要去 联系你的一个状态 但是 感觉有一种 我没有办法找不到方法 或者说 我不知道自己真的想要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然后就是那种 我好像感觉到有某些连接 但是我无法用我自己的理性 去解释这件事情 然后但是 又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上的东西 会导致说 所以是一个 怎么说 是有一些非常压抑的状态 因为你看到King of Wars 它是一个逆味的状态 也就是说 当情绪来 因为其实King of Wars 在原本的塔罗派里面 他其实是一个还蛮理智的人 他会去用理智去做任何的决定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权位的人 他知道快 就非常果断 但当下这个状态 它是一个逆味的状态 也就是说 其实可能有一些 过去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自己的行为也好 不管是自己的一些 一些状态也好 导致于说 他开始有一些 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什么东西了 因为其实我能很 强烈的感受到 在南方能量当中的 一个理性的状态 失衡 就是原本 也许是可能他 在原本在他理性的逻辑 理解范围里面 会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但他没有办法 他突然意识到 他其实自己 没有办法控制到 感性的那一部分 其实有的时候 我是希望是讲说 其实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阴阳的平衡 当其实游戏 在南性能量过强的人的 生命里面当中 其实你应该去容忍 一些感性的部分 否则的话 因为其实当很多一些困难的时候 当很多一些struggle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些柔性的部分 去支撑你的话 其实那个崩塌 是会非常非常的痛苦的 所以其实会有一些 迟来的顿悟的感觉 可能好像突然意识到 原来我已经失去这个人了 或者说原来我已经 错过了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又不知道说 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又不知道说 如何去触及到对方 然后导致于说 可能自己在自己的一些 愧疚也好 或者说自己的一些 就是在受情绪的折磨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不会处理 自己情绪 或者说无法去面对 自己感性的一个 一个状态的一个 一个能量 然后所以3 of Wants 就是他有在等 可是他又不知道说 这个 这段旅程的最终 到底是不是有结果 所以其实那个 等待的状态 跟3 of Christos 就是因为3 of Christos 就好像是 女方有点想要喊暂停 就是不行 我现在状态不对 我要喊暂停 但这个3 of Wants 也是一个暂停 但这个暂停的过程 我不知道自己 就是我可能 我不知道我跟对方的连结 就是我不太清楚 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迷茫的状态 就是不太懂得 接下来的一个 有过程到底是 是走还是留 或者说我该不该 继续的一个状态 因为其实我觉得 在整个南方能量的 过程当中都是一个 因为他还没有理清楚 我跟你的连结 或者说我跟你的 一个状态 到底是怎样的 或者说他甚至都 没有想清楚说 这条前面该走下去的路 我应该以一个 怎样的姿态 去面对你 所以这是 他在这个 这段可能 面对一来袭 或者说一些 可能突然意识到的 一些错过 或失去的过程当中 无法去处理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觉得 更多南方能量的 一些状态是 你是要去 更多的去面对 你自己内心的想法 或者说更多的去 理清楚你自己的 一些感情 和情绪上的问题 你才能够让 这个10 of Wands 这所有的 所有的负类 才能够慢慢的去放下 然后其实你看到 8 of Swords 就是包括8 of Wands 都是在讲 同一个事情是 你在自己 一个情绪里面 或在自己的一个 怎么说 就是内在的一个 一个状态里面 去挣扎 你没有办法去得到 完全的信息说 我这样做 或是我应该 往哪里走 但是所以 这个其实就是 一个太理性的 能量的过程当中 很大的一个问题 当人们用过度的 去判断 和去抉择 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会导致于说 你忽略了自己 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 承认自己是软弱的 就是我们可以 去承认自己是脆弱的 我们可以去承认 自己是需要帮助的 就是有一些 情绪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办法 去宣泄 或说你没有 找到出口 去倾诉的话 它会 也许当下 可能你可以暂时 用理性去处理 和解决掉它 但一旦 它累积到 一定的量的时候 它再回来 你会发现 你已经没有办法 或者说 没有能力去处理它了 所以在南方的能量的 整个牌组里面 我其实真正想讲到的一点是 你需要开始 面对自己内心的情绪了 或说你需要去开始 用一个感性 或柔软的角度 去面对了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你过度理性的态度 或者说过度理性的 一切行为模式 其实在伤害到对方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反作用力 伤害到你 只是说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说 原来我 就是可能 因为有的时候 当你表现出柔软的时候 你自我暴露一些 你自己可能脆弱的部分的时候 才是你能够跟对方 有一些连结的时候 你这边是 就是让我会觉得说 其实你是有很多 柔软的部分的 只是你不愿意去展示给对方 或者说你不愿意去 去卸下你的盔甲的状态 所以才会导致说 你一个人在那边挣扎 你找不到方向 你觉得我想要往前进 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 但我会觉得最 最重要的部分是 你需要先软化你自己 你需要先去可能 怎么说用另外一种 可能你不是理性的态度 可能哪怕是可能冲动也好 哪怕是真的感性的一个角度 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情绪 去表达出来 然后这个才是可能化解掉 整个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stubborn能量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OK 好 然后这个是今天的一个 灵魂伴侣的系列 然后最后讲到的事情是 阿Q的个人占卜 时间可能会有改变 因为我现在自己的排版 有变掉 所以可能会到周四周五 会空缺时间 然后我到时候会去更改 然后希望就是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来通过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 来找我预约 然后也可以通过邮件 然后我其实很多信息都会在 我的这个评论下面 其实有写到 然后是真的希望 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 跟大家强调一点是 当大家在找 不管是你去找别人帮忙 或者说你去买什么东西 或怎样你去 怎么样也好 我是希望说 大家可以能够力所能及的 先去把一些信息 自己先去查好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 我也不是有很多时间 我做这件事情只是一个 可能复业的过程 然后我是希望能够尽我 就是休息时间 可以去帮到别人 但是不代表说 我是一个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回复 或者说 就是就是 可以就是 其实很多信息 我都已经已经可能在网站上 或者在其他地方 已经已经公布了的 你只要稍微多动一些脑子 或者说稍微多动一些手 你就可以去找到的信息 就不要再来问我了 因为其实我最近 就真的有一点被 就是有点生气 是因为会觉得说 太多人把所有事情 当成理所应当了 这也是我真的一直在 包括前沿和到现在 一直在强调的事情 就这个把别人的帮助 或者把别人的行为 当成理所应当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会给你自己造成一些 你自己本身实际生活当中 一些困扰的 只是可能你自己看不到 那个能量被锁的一个状态 这些东西是有ul异性的 你自己帮你用的 就像其实你这么一个状态 那是一个状态 有叛形的 有叛形的 这些状态 但是我现在想要 这一些状态 我现在就在这个状态 你自己走开 也要再说 你自己 WhatsApp 你给我